並不一定要,比如說我準備了很多,就一定要把話講到完 這樣可能會跟邱老師講的一樣,你硬要把話全部都講到完 對於對方來講可能是很粗暴的一個行為 話可以少,可是感覺不能少 感覺要觀察對方的感覺,或者是你自己感覺 給對方的感覺要足,而不是說我話講足了,可是感覺一點都沒有